本期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时间主线混乱到不能再混乱的故事鬼乡 故事根据一名叫江日的乌安妇的真实经历改编 电视上这个和他有相同遭遇的女人正在哭诉 这勾起了江日的回忆 60年前有一个叫真敏的妹子正在和小伙伴玩捉迷藏 突然看到一辆日军车驶过 最近村子里来了许多日本兵抓人 他们来到朝鲜以后 首先教会村民说日语 对他们进行洗脑教育 这天他像往常一样回家 日军早已等候多时 他们强行带走真敏 临行时刻妈妈给了真敏护身服 告诉他戴上这个可以避开一切危险 可是不想这一别竟是永生 1943年这一群女孩被日军带到中国牡丹江的一个偏僻农村里 他们中真敏最小才14岁 检查无病后他被沐浴干净送入了禽兽的房间 真敏看到他害怕的跪下 大呼天皇万岁 可是这句日语并没有帮助到幼小的他 脑补就能知道这群孩子经历了什么 不服从就强暴 再不行就打晕 小小的身体上承载着不能言语的受益 60年后一位妈妈带着女儿找到女巫 原来这个女孩因为看到陌生人捅死了自己的爸爸 所以被将死之人附了魂 也因此get了通灵的技能 所以我们叫他通灵女 女巫决定把他带在身边 在一场祭祀活动中 通灵女看到一位老者 这是女巫招来的魂魄 通灵女和他对话 并把他的遗言转述给他女儿 这时通灵女竟然被老人附身了 厉害了我的姐 女巫和江日是朋友 一天女巫来到江日家中叙旧 通灵女触摸到真敏同款护身符后 真敏的记忆像镜像一般出现在他脑海中 通灵女晕倒就像灵魂穿越了 他眼睁睁的看到这群孩子 在魔鬼的身下遇难 他向江日叙述了梦境 太过真实的描述 让江日不得不陷入那段回忆 故事回到60年前 有一位叫做田中的日本军官 他被安排到了真敏的房间 却说自己只是因为好奇才进来的 这个理由我给你满分 那就叫他好奇宝吧 好奇宝没有侵犯真敏就走了 在这里姑娘们必须说日语 否则就是各种毒打 当他们终于有时间休息 就偷偷唱起朝鲜民歌 借着歌声真敏的记忆 回到和父亲走在田津小路的时光 可是这些美好的记忆 并不能缓解他们被强暴时的恐惧 一个个小木屋就像整齐摆发的棺材 里面埋葬了每一个少女的灵魂 有一个女孩来了大姨妈 不想接待客人却由不得她 反抗的下场是被客人残忍殴打 这天干杂活的时候 真敏听说有人逃跑 他当然也想逃跑 回程路上他突然腹痛 原来是大姨妈来了 他在病床旁边 发现了被殴打致死的女孩 这更加剧了他想逃跑的心 于是色优好奇宝弄来地图 和小伙伴们商量好准备逃 有人声东击西 真敏他们趁乱逃跑 不幸的是被发现了 其中有人被抓 严刑拷打后却没有供出其他人 真敏看到了决定回去 所有姑娘都被严加审问 不招供就挨打不给水 他们被八光示众毫无尊严 姑娘们被拉到山间等待枪决 好奇宝因为执行枪决的时候犹豫 被队长逆枪爆头 所有的尸体堆积为了掩埋罪证 日军点燃了制作人命堆积的山丘 终于日军战败了 可是撤退之前 他们要泯灭最后的罪证 不能给这群女孩留活路 就在这时朝鲜军来了 日军被打败 当时还年少的江日和真敏一起逃跑 上天就是这么看热闹的不嫌事大 派了一个没死透的日军追杀他们 幸亏朝鲜军及时赶到 可是尼玛这个时候 这个日本兵就像他妈的嗑药了 竟然原地复活 对着真敏和江日放了一个大招 真敏一看不行啊 于是挡了上去 然后就死了 时光回到六十年后 又一次的祭祀活动 女巫说这是鬼相继 这一次真敏回来 付到通灵女的身上 她一声一声的对着已经年老的江日 喊姐姐 两人终于穿越时空 再次对话 后来通灵女晕倒了 醒来后又被附身 她翩翩起舞 当年的这些灵魂都回来了 年轻的慰安妇 残暴的日军 通灵女穿越回去 轻声低语的 喊真敏的魂魄回家 故事的结尾 一曲阿里郎回荡在山间 真敏踏着小路 拿着妈妈给的护身符 回到了家 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 但最大的感慨 就是要牢记历史 但是别忘了 更重要的是要珍惜现在 这期就到这里了 想要终结片花